《史记》《周本记》记述了周朝的历史,主要记载了周朝的起源发展和衰落,全篇分为三部分。 《周本记》上部主要叙述了周朝的起源和周文王、周武王的事迹。 周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朝末年,当时商周王昏庸无道,社会动荡不安。 周文王在这个时候崛起,他已得治国,得到了人民的拥护。 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和努力,周文王最终推翻了商朝,建立了周朝。 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继承了父亲的事业,他打败了商周王的儿子商王昕,巩固了周朝的统治地位。 周武王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和制度,为后来的周朝奠定了基础。 武王罚咒这个历史事件,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。 在国家博物馆展览的西周历鬼名文,记载了武王罚咒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。 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,占领了朝歌,澄清了武王罚咒的具体日期,证实了古籍中所载的《战一日而破咒之国》的正确记载。 周本纪中部主要记载了周朝的发展和周幽王、周平王、周桓王的事迹。 周朝在周武王和周文王的统治下,国力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。 然而,周幽王继位后,他沉迷于享乐、政务不理,导致国家逐渐衰落。 周幽王死后,由于无人继承王位,周朝陷入了内乱和分裂的局面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,周平王终于登上了王位,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整顿,使得周朝重新恢复了统一和稳定。 周平王还制定了一系列的礼制和仪式,被后来的周朝奠定了文化基础。 周本纪下部,主要叙述了周朝的衰落和周立王、周宣王、周幽王的事迹。 周朝在周平王的统治下,国家得到了一段时间的繁荣和发展。 然而,周立王继位后,他暴虐无道,导致国家陷入了动荡和衰落。 周立王死后,由于无人继承王位,周朝再次陷入内乱和分裂的局面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,周宣王最终登上了王位。 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整顿,使得周朝重新恢复了统一和稳定。 然而,周宣王死后,由于周幽王的昏庸无道,周朝又再一次陷入了衰落和混乱的局面。 最终,周朝被西周的畸性王室所取代,结束了周朝的统治。 通过周本纪的叙述,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周朝的起源、发展和衰落。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。 它的兴衰不仅影响了后来的历史进程, 也对中国的政治、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周本纪作为史记中的一部分,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, 更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产。 通过学习和研究周本纪,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和演变。 进一步认识到历史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。